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晚迷早晨節目 大家聽到我的聲音都知道 我跟球隊一樣 捱到最後終於被我們捱到這場勝仗 剛剛完場 我們以2比1贏了利物浦 一個不可能的任務達成了 我相信有不少的朋友 真的跟我一起有看這場球 亦有一部份的朋友可能沒有看 所以在這節來說 我跟大家說了一些 overall的事情 讓未看這場球的朋友 可以重溫完這場球再聽 然後我會再做一兩節 講一些精華 或者個別球員的表現 說真的,這場球贏得這麼開心 當然要做多幾個節目 這節我有幾件事想說 第一,這場球贏的有一個關鍵 兩件久違了的事情 三分落袋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上星期做直播 不過大多人都有信心地 這場球我們會得到分 記得嗎? 結果我跟很多巴友都猜中了 不過我猜我們贏4比1 結果只能進入兩球 老老實實 這場球我們贏4比1 一點都沒有難度 所以雖然贏得很開心 但是我們的把握能力 真的真的要繼續提升 好了,說回這場球的出場陣容 首先,萬聯的出場陣容 之前傳聞都差不多中了 就是迪基亞首龍 中堅沒有隊長 就是出華拉尼拍馬天尼斯 左邊出馬拉西亞 右邊出達羅茲 我也有點害怕 因為馬天尼斯拍馬拉西亞 兩個都是矮的 幸好利物浦不是太多用高空攻勢 所以這場球贏得住 中間兩個是艾力神拍著麥湯 說真的 卡斯美露來了之後 很可能就代替麥湯 怎樣也好 卡斯美露已經今天來了奧德福 也好腳頭 帶來我們今季的首場勝仗 好,前面是班奴 還做隊長 這場球適合他 他很厲害 做隊長多話說也不錯 不過始終是略嫌 他有一球插水 要小心一點 還有 等下也會說他一點點 左邊是艾力家 右邊是新草 前面正中鋒就是福仔 說真的 正中鋒是福仔 我在WhatsApp Group說 好事來的 證明今晚我們打一場球 放棄了戀麥湯 在後面猜測 結果也被我們看到 整場球的大球很流暢 少了很多之前的迂腐 搞來搞去都不知道怎樣 無論如何也會介紹利物浦的正選陣容 利物浦是Arleson手籠 中間是Van Dyke 拍著高尾斯 左邊是羅伯神 右邊是TAA 中間是三個中場的 Illiot 隊長 Kindersen 和米拿 兩個老將 結果可能真的 有少少蝕 前面是費命路 打正中 左邊是Diax 右邊是Sara 這場球我剛才所說的 究竟一個關鍵是甚麼呢 關鍵是我們的Switching 由轉手為攻 做得相當出色 相當快 相當流暢 令到我們有海量的機會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但不得不提 這個關鍵 其中一個很基本的要決 就是我們防守 非常集中 而且很多時候 一拍五球 就是快人一拍的 這場球 其實我們 踢踢踢 我都跟大家說 是不是 我在WhatsApp群說 就跟大家說 這場球有少少像 季前賽 我們對利物浦那場 明顯地 我們的狀態 是高於利物浦 即是說 有時候拍球 我們快了半拍 就搶到他的球 而 這場球最重要 就是見到甚麼呢 我們在季前賽 見到的 一些 我們前場的形狀 記不記得了 我們看季前賽 就說 前場有個形狀 差不多是人釘人 而 亦都開始有些 適量的 就是叫做甚麼 壓迫 高位的壓迫 那這場球 竟然是這場球 所以我可以説 大家說 雖然我們 Tank 是戰術上高 有些微調 待會說兩個狗為了 其中一個就是這 但是 所謂的計劃 前場的迫搶 在這場球 真的見到 還有 前面有艾玲加 福仔 這兩個 跑得的球員 正正就是這場球 我覺得挺重要的 一個擺法 因為我記得 WhatsApp的朋友 每個人都看見福仔 在打正前 每個人都很失望 睡覺 結果 我覺得是博得中的 還有 很多人經常說 我罵福仔 老實實 這場球 尤其是上半場 福仔真的打得不錯 他威脅 只差一個入球 否則 他真的做到 我相信是 攤一交給他的工作 另外 在中場 真的 不是做得太多 多餘的事情 很多時候 那球已經盡快 運到前面 當然有艾力神 絕對是一個關鍵 但是 要留意 其實我們真的要戒 無論是麥湯 或者班奧 只要一上腳 那球放不走 被人一壓 就經常都交失球 尤其是麥湯為甚 麥湯經常交失球 今場球 而班奧經常都被人逼脫 所以這兩件事 就是告訴大家 為何我們中場 要盡快運球上去 而不要把球停留在中場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利物浦 三個中場 雖然有兩個年紀較大 但是也是很逼得的 所以這件事 我們有一點 不太理想的情況 好了 至於 講完一個關鍵 就是轉手為攻之快 那麼 兩個 苟為鳥的事情 是甚麼呢 第一個 就是下半場 第二個入球 福仔和馬仔的配合 記不記得 摩連奧年代 有一段時間 他們輪流踢 然後蘇斯一查年代 他們兩個格得很好 結果我們第二個入球 就是由他們兩個去炮製 而福仔的球賽也射得相當不錯 而且僅僅沒有越位 所以聰明 說真的 嚴格來說 福仔這場球 也有事情要批評 不過由於他踢得 他的表現 好的表現是蓋過了他的缺點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場球福仔真的要賺 所以我也是說一句 踢得好一定要賺 踢得不好就要罵 千萬不要針對個別球員 好 接下來 第二種狗為了的 就是很爽 後場不再拆球 上去 包括兩件事 這個狗為了的第二件事 包括兩件事 2A就是什麼 迪基亞龍門球 差不多我看到 如果沒有記錯 全部都是斬大腳 老老實實 我們的缺點 就是在後場 拆上去整天輸球 還有 還有 這星期 你見到 車路士的文迪都舔了 所以 吸取教訓 我們一定要盡快 大腳斬上去 說真的 你看到這場球 我們大腳斬上去 還有50%的機會 我們得到控球拳 在後場拆 結果是怎樣 不用我多說 之前的兩場球 和上一兩季 大家都見得多 所以 這是 九為了的第二件事 A部分 而B部分 就是什麼 和一樣的 如出一次 就是什麼 大腳解圍 大哥 大家看英超 有多可見到 現在還有大腳解圍 而其中的表表者 就是 馬天尼斯 尤其是 下半場 我們受壓力的時候 基本上 很多球球 大腳解圍 不要想太多 說真的 這個正正就是 我覺得 第二個 九為了的事情 就是 坦克在戰術上的微調 就是說 我們後場 就算撐著球 都盡量過了中場 大腳 即是運用長球 讓福仔和Ellinger走 另外 在後面 我們就放棄了 寧願 迪基爾大腳斬上去 或者危險的時間 記得 你的選擇 是大腳解圍的 這場球 我覺得 在馬天尼斯 發揮得相當臨尼盡致 說真的 老老實實 自從哥迪奧奈尼 來了英超之後 每個人都不只是英超 全世界都覺得 一定要在後面 才是球 這場球的勝利 告訴大家 不是一定要這樣 踢的 不是一定要這樣 不過這場球 還有少許的隱憂 要跟大家說說 就是 我們兩位中堅 包括76分鐘 馬天尼斯 抽筋 而87分鐘 華拉尼也抽筋 但是 當華拉尼抽筋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用了所有的換人名額 所以這方面 是有少許的危險 尤其是 下半場的尾段 其實我們正在捱 說真的 真的僅僅捱過到終點 尤其是當輸回一球之後 其實也頗危險 但是幸好這次被我們打敗 可以說 這一方面 這樣捱到尾段 是有滴滴運氣的幫手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這場球可以看到 廳黑除了維持他要打的計劃之餘 亦都將他的打法上高 有一個輕微的調動 再加上 我剛才所說 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我們的狀態好 而令到快人一拍 可以 相對來說容易搶到 利物浦的球 而轉手為攻 亦都做得快 而導致 我們這場球是贏的 OK 都是那一句 看這一節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朋友 還未看 這場球的重溫 或者精華 我等大家 下午有機會 或者午餐的時候 看完這場球的重溫 或者精華之後 我晚一點再做第二節 講一下 這場球 我自己見到的東西 或者 加上 看看有多長氣 然後 如果有需要再開一節 講個別球形表現 贏球實在相當開心 相當興奮 所以今天 預備大家 一定有多幾節的節目 和大家一起分享 開心分享 當然 大家可以先留言 說一下 多謝各位的相當收看 今次來到這裏 我現在要先睡一睡 明天就和大家說 第二節第三節 拜拜